旺角有的士和电单车箱撞 波及图人一共五个人受伤 其中电单车司机和女乘客重伤 送院后两人证实死亡 摄氏22岁电单车男司机 以及24岁女乘客失事受伤之后 分别倒落在行人路街角两边 多名消防以及救护员即场为两人急救 再抬上担架床 期间救护员要不停施行心外压急救 行人送院的时候昏迷 之后证实死亡 至于男徒人怀疑行经现场时 闪避不及 头部受伤 在现场接受初步治疗后送院 而的士司机以及一名乘客 也都报清不息一并送院 事故在凌晨近三点发生 现场消息说摄氏的士沿着尼敦道 往太子方向行驶 去到亚街路街交界的时候 和沿着亚街路街往大角咀行驶的电单车相撞 电单车上两人撞至飞弹至行人路上 电单车严重撞毁 而的士车头严重损毁 安全气袋弹出 一列行人路铁栏被撞毁 车辆零件四散路中 事故造成两死三伤 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 受到事故影响 尼敦道来回方向近亚街路街全线一度封闭 现时已经解封 无线电视记者郑轻年报道 警方正先求 一直以为 做调查事故事故 你要不是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